裁缝小丁又上线 距离上次做礼服都一年多了 看看这次我要做的是啥样的吧 两款已经裁剪好的布料 还有一包材料包和公共布料 可以做更多的好看礼服 两个人台 一些工具 呼呼每一个成品都很好看 而且不用担心做不成功 每件礼服都配了很完整的制作步骤 赶紧赶紧 先把齿形胶片装进人台里再组合起来 接着做这套礼服 找到款式一的材料包 把镭射布对折包裹住人台 接头的地方塞进齿形胶片里 再用钻石贴绑在另一块镭射布中间 包裹住人台后也塞到胶片里 上绳做好再来做裙子部分 把白色内衬的边上两面都贴上双面胶 做出褶皱的效果后贴到人台上 再用白线穿过大头针 这个针一点都不眨手 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用哈 把白线沿着网纱穿过后绑在人台上 再在腰间加个蕾丝花边装饰 呜呜好看多啦 最后做几个紫色的蝴蝶结 加上珍珠粘到礼服裙摆上 给你们丑丑成品 太好看了吧 还有这么多款式的礼服 下次想看我做哪个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